我们听听看张家老师没有什么看法吧 哎呀不容易 能感觉到真的真的是不容易 我觉得也别太生儿子气 前面您没上来之前我们跟儿子说了 他还小 您看您今年儿子快三十了对吧 但是实际上他的年龄肯定不到这岁数 他还更像个小男孩一样 小孩子犯了错误回家承认错误怎么样啊 他回家放下书包他溜边 他也知道错了 他也想张嘴跟妈认错 但是他说不出来 他张不了这个嘴 他没到那时候了 所以这个是儿子还不成熟 这块您也别太伤心 他总有这么一个没想开的时候 前头儿子还小呢 没长大成人呢 您说他这个头发这么留着 一定到了有一天 他觉得留着不舒服的时候 他才能通话讲 否则您越剪 您让人俩约闹 是 他会觉得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定要经过他有过一些 他吃了亏了 上了当了 有了挫折了 他自己再慢慢回来 有一天如果回来了 别骂他 别落井下石 别说小子你才明白 别这样 他的事接回来 所以我劝您想开点 别再要求儿子什么了 现在要求求不着 也求不来 这不是您一个母亲想要 儿子现在真正能够理解的 他会爱母亲 但是他不理解 谢谢啊 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金女士 就是 张一儿 往家里打过电话 然后呢 您接起来不说话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电话 张先生 您是为了让您的 让您自己心安 还是为了让老人家心安 我不知道 反正当时我就想打个电话 那如果是您不知道的话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这是让你自己心安的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不是让老人心安的一个电话 对老人来说 老人刚才说了这是一个骚扰电话 我觉得也是 为什么 因为 第一 老人家不知道是谁打的 第二 老人猜可能是儿子打的 那么 儿子打了电话又不说话 儿子在外面出什么事了 他是不是冷了 他是不是又被别人骗了 他是不是哪不顺了 他有什么事不愿意不敢告诉我 这是不是更让老人担心 我们说对母亲孝顺 这点我们应该是有共识的 对吧 我们说对母亲的孝顺 我们仅仅是积点钱 就是孝顺了吗 为什么这次法律修改 说把常规家看看 把它定立在法律之中 从立法的意义上来说 是让大家都有对父母的敬爱 这种思念之心 老人所需要的 不仅仅是钱 老人还需要关怀 需要探望 张家老师们说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 自从妈妈上场之后 我发现你静下来了 而不是像刚刚一上场的时候 你可能很想要让大家 知道你的一些故事 所以说得很快 说得很着急 希望说很多很多 但是你现在已经有 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了 你能告诉我这段时间 你在想什么吗 我觉得确实 一些时候 自己可能 有些地方做的 不是很到位 不是很对 可能有的时候 就做一件事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亢奋 只是盯着 我说过 你给你带路 就这么到位 我说是 我说 你带路 不太多 你带路 我说 我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甚至抛弃我的女人后悔 相依为命的母子能否在节目现场达成和解 符合天使之《我要成名》 稍后继续为您讲述